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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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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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命人一计而行 次日黎明 辽兵见城头 告诉着杨家旗号 急暴露军中 土金秀大惊道 杨六郎已被斩首 为何又来救驾 他半信半疑 率兵亲到城下查看 这时城上筋骨齐鸣 炮声震天 只见六郎 月圣 孟良 焦赞等在城头走马 督兵防守 辽兵不知虚实 以为真是杨家将 各个胆战心惊 喊声 快走 闻风而逃 王全杰与李明乘机开城追击 辽兵溃如潮退 自相践踏 死伤无数 王阮在同台城上见此情景 暗暗骂道 辽兵真是无用 假杨家将竟把他们吓得如此狼狈不堪 他慌忙离开城楼赶回住处 写了密信 派心腹送往辽营 说破了杨家将的真情 萧天左得信大喜 又下令回兵 将同台团团围住 同台城中粮草将近 危在旦夕 八王急奏道 如今要就此危城 唯有杨六郎 请陛下从速降旨寻找 真宗觉得八王话中有话 也不细究 便派王全杰捧指 往汝州寻找六郎 王全杰领了社书 带了一行人 开了城门 冲出重围 向汝州急驰而去 王全杰到了汝州 见了太守张继 便取出社书 说明了来意 张继故作大惊道 严昭早已斩首 首级已经皇上艳看 叫下官拿里去寻杨六郎 王全杰忧心冲冲道 如寻不到六郎 则皇上之威万难解脱 张继沉思片刻道 如定要寻找杨六郎 除非尚无宁府 我汝州 绝无此人 王全杰无奈 只得辞别张继 离开汝州 直奔汴京 他来到吴宁府拜见杨令婆 说了请六郎救驾之事 令婆道 无二首级 已埋葬多时 哪里还有人在 这定是众臣无能 造此假言 欺骗皇上 请大人立即回奏 物物军机 王全杰又辞别杨令婆 一路样样不乐 赶回同台赴旨 王全杰入见真宗 奏明情况 皇帝常叹道 堂堂中国 玉镇有难竟无一人 敢领兵救驾 真是可悲 真宗见援兵无望 心灰意冷 寝室俱飞 八王挺身出奏道 如今是吉 臣愿亲往杨府寻找六郎 望陛下与众将坚守带员 皇帝大喜 八王领了职 皇帝命王全杰与李明 领兵打开重围 沙条血路 护送八王出去 八王来到阳府 见令婆 说同台千军一发 危在旦夕 请令婆以国家为重 委屈求全 让六郎前往救驾 令婆道 殿下亲临召唤 老妾怎敢不从命 便叫人到后花园地窟中 唤出六郎与八王相见 六郎王拜谢 八王救命之恩 八王拿出社书 请六郎急往同台救驾 六郎道 三官兵将都已散尽 须先奇及众人 方可前往同台 八王大喜 六郎辞别 八王和老母 即刻登城 奔赴三官 他来到交赞充军的处所邓州地界 一路不断探听交赞的下落 这日他走到锦江 陆遇几个垂头丧气的河上 众僧告诉他 此地有一滇汉 一见僧道 便抓去念经说 要替主人超度 官府无奈他何 我们出家人哪敢违抗 六郎暗想 说不定此人就是交赞 便问 这人居住何处 众僧道 住城西四周堂里 我等即往那里念经去 六郎便随同众僧人往四周堂走去 来到四周堂 六郎见一个大汉 躺在神岸上酣睡 酣声如雷 他进前一看 果然是交赞 便用力将他摇醒 交赞醒来 大声喝道 哪个不怕死的 敢来聊拨老爷 六郎喝道 交赞不得无礼 本官在此 交赞大惊向前抱住六郎 跪拜道 你是人还是鬼 交赞超度本官多时了 六郎笑道 鬼怎能白日来见你 众僧人大笑而散 六郎便将当年汝州御旧 皇上被困铜台 以及召集众兵将 前往救驾之事 一一说与交赞之道 交赞大喜道 今日众兄弟又能相会 真是快活杀我了 交赞便立即动身 与六郎一起前往三关 路上两人诉说别情 悲喜交集 这日他们来到杨家渡 只见江水茫茫 却不见有一只渡船 交赞就沿岸走到上游找船 走了多时才遇见一个船便问 有船过渡吗 船夫道 渡船都属杨太宝总管 我们不敢私渡 他就在前面亭子上 你向他搅前去 交赞满心恼怒 直奔亭子 见一伙人正在赌钱 便问渡船过江 要收多少钱 那伙人抬头一看 见他长得怪模怪样 都不搭理他 交赞大怒 伸拳便打 没几下就 把几个人打得四分五落 交赞正要抓那个为首的 但那人已经走了 交赞怒冲冲的回去告知六郎 正说话间 一伙强人手持棍棒追了上来 交赞道 带我先结果了这些贼人 再抢船渡江 说罢提了大谱刀 赢了上去 那帮人 怎抵挡得住交赞 没打几下 就纷纷后退 这时 那个为首的杨太宝 奔了上来 与交赞斗了起来 二人打了十多回合 不分胜负 六郎见此人武艺很好 便大声叫道 请助手 愿闻壮土 尊姓大名 杨太宝抽回力道 交赞也住了手 太宝道 我是邓州人 姓杨明济宗 小号太宝 且问你们是何人 六郎道 小可是杨令公之子杨延昭 今去三官召集旧部 赶往同台旧驾 太宝闻言 至刀余地 上前跪拜道 久闻杨家将大名 今日得遇 真是三生有幸 太宝把六郎和交赞 请到庄上 设宴款待 席间太宝举杯道 如将军不弃 小可怨率部 随大人前往同台救驾 六郎满口答应 次日 太宝亲自撑船 送六郎和交赞过江 并约定在同台相见 然后三人一一惜别 此时正是六月天气 途中酷热 六郎和交赞走了半日 又饥又渴 交赞叫六郎 在柳音下歇脚 自己提了酒壶买酒去 行不多远 迎面遇见一伙人 挑着酒肉走来 交赞问 这酒肉卖不卖 那些人道 这是供神的 怎么能卖 交赞又问 供什么神 大家道 供养六郎 交赞哈哈大笑 便回去告诉六郎 六郎也感到奇怪 二人便跟随挑酒肉的人前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 走了一里多路 见有一座新建庙宇 许多人在供奉酒肉 前程礼拜 向火十分兴旺 二人走进前去 见庙门上高挂着金字横扁 上写杨六郎庙四个大字 殿上诉着奇人高的杨六郎 及其十八元大将的神像 神态栩栩如生 交赞大笑说 我在邓州发葬 原来就因为这里 把我当神供着 说罢 走上前去 将自己的神像推倒 然后 把杨六郎的神像也推倒 相克见状 纷纷逃散 妙筑见交赞 推倒神像 便明罗报警 刘超张盖文生 立即带领二百多人 手持武器 纷纷赶来 六郎喝道 你等干的好事 二人见是六郎 大吃一惊 连忙跪拜道 我等以为大人已死 财力庙塑像 供奉香火 六郎将前情告知二人 刘超张盖大喜 便命众人推倒神像 拆毁庙宇 刘超张盖告诉六郎 月圣 孟良都已返上太行山 六郎命二人整备刀枪 召集兵马 等候前往救驾 他与交赞立即告别众人 赶往太行山 六郎与交赞赶了数日路程 这天来到太行山下 见红日西尘 天色已晚 便想投诉 但这荒山野岭 到处都找不到客店 二人在山窝里 找到一个小村庄 见一户人家 还亮着灯 便前去借宿 交赞见灯下 坐着一位老人 便拱手打一道 我等是远行客商 想在贵庄 借宿一宵 望公公给予方便 老人愁眉苦脸道 往日可疑 今日难办 请客人另找住处 六郎见状 便问老公公有何难处 老人叹道 如今山上来了两个强人 一个叫月圣 一个叫孟良 那孟良看中了老汉的独生女 今晚就要强行迎娶 这冤枉向何处申诉 说罢 老泪纵横 六郎用好言再三劝慰 说孟良是他的熟人 他自有办法叫孟良退婚 于是二人就在老人家里住下 将近二更十分 庄外筋骨阵阵 灯火辉煌 庄人惊慌的进来报道 孟大王迎亲来了 老汉只好将孟良迎进厅上 陪礼道 大王驾道 未能远迎 还望恕罪 孟良笑道 如今你是我的丈人了 不必施什么礼了 老汉忙叫人设宴款待 孟良大声嚷道 快叫百花娘子出来 为你孟爷拔展 狮女回报道 娘子害羞 不肯出来 孟良哈哈大笑 如今是将军夫人了 还害什么羞 六郎早躲在门后 见孟良如此形状 不禁暗笑道 如让他随心所欲 胡作非为 那还了得 他对交赞道 你先去捉住他 交赞一忍气多时 现六郎有了话 他急跳到厅上 一脚踢翻宴席 用双手从背后 将孟良紧紧抱住 孟良没提防 双手被交赞死死捆住 动弹不得 急喊道 众将快来 众喽啰 正欲持刀上前 六郎出来 力声喝道 不识廉耻之徒 还敢无礼吗 交赞将孟良 拖到六郎跟前 说 你看谁来了 孟良见识六郎 连忙跪下说 大人何时到此 万望恕罪 老汉文之这位客商 就是鼎鼎大名的杨六郎 忙领着女儿百花娘子 出来拜谢 次日 六郎交赞孟良拜别老汉 直奔太行山 月圣文报 急带领山寨重兵将 下山迎接 来到山寨 众人各诉别情 六郎道 前世慢说 如今要火速前往救驾 月圣怒道 皇帝不以设计为重 轻信谗言 何必管他 大人不如住此山寨 自称为王 享乐一番 辛辛苦苦去救驾 岂不是自讨苦吃 六郎道 我等应忠心报国 留美名于后世 若占地为王 割据一方 岂不是一臭万代 月圣不敢再说 唯唯退下 不数日 六郎骑及了月圣 孟良 焦赞 刘超 张盖 陈林 柴桿 狼千 狼万等 二十二元旧部 和精壮兵马八万人 众人竖起了一面大旗 上书扬六郎同台 就驾七个大字 六郎派人抱之汴京 八王于虎山寨扬太保 与他们约七 出兵就驾 次日 一声炮响 六郎率领八万大军 浩浩荡荡离开太行山 弹剑刀枪闪闪 剑几层层 杨家将其号迎风飘扬 大军来到禅州地界 正遇上八王率领的四万兵马 两军会师 声威更壮六郎与八王商议了 进兵就驾之策 次日 六郎升仗 对月圣说 辽兵久为皇上 其器正盛 明日派你为先锋 先冲开其一处阵脚 以错其锐气 月圣领命而去 六郎又对孟良交赞道 你二人率兵两万 分左右两翼 攻入敌阵 我与殿下率大军随后侧应 孟良交赞也领命而去 次日 月圣正率军前进之际 胡见北面 争辰碧天 来了一对辽邦兵马 月圣认真一看 原来是辽邦 亚界球车的队伍 于是便驱马五刀 冲了上去 与辽将刘柯 大站起来 战步束合 刘柯抵挡不住 大败而走 宋军一拥而上 夺了囚车 兵士将囚车 推入军中 六郎一看囚车里关的 不是别人 正是保驾 大将军 胡言赞 六郎忙打开囚车 扶出老将军 胡言赞大喜 败谢六郎救命之恩 六郎也败谢 胡言赞救命之恩 说 当年冲军汝州 若非老将军相救 今日哪有扬言赞 却说刘柯败回辽营 报之 萧天佐 说宋朝救驾兵马 已到抢走了 呼言赞 萧天佐大惊 急派邵军 前去探明虚实 邵马回来报道 宋军举的是 扬家旗号 萧天佐惊恐不安 盲命各军整兵迎战 辽兵的阵势 还未不完 先锋越胜的兵马 已冲杀过来 辽将耶律庆出阵 迎战岳胜 他骂道 宋邦军臣已成瓮中之鞭 你还来逃死 岳胜拍马五刀 与耶律庆大战 辽兵越聚越多 把岳胜兵马团团围住 此时 孟良交赞率兵 从左右两路杀来 辽将马里拉胡 举着方天画戟三政 遇上孟良 二人大战起来 陈林拆赶右率进兵 从旁杀进 两军熬战 筋骨震天 杀得天昏地暗 骄赞提着力刀 在辽营横冲直撞 辽将刘科前来迎战 骄马指一回合 就被骄赞斩落马下 宋军乘胜竞相冲杀 弓弩手万剑齐发 杀得辽兵阵脚大乱 辽将萧天左文豹 奋勇杀来救助 应约赶来的 杨太宝张公一剑射去 萧天左 重剑跌落马下 辽将土金秀 盲率兵杀出 就走萧天左 岳胜率兵 追赶耶律庆忙 拦住大战掩护 土金秀和萧天左 岳胜越战越勇 交手没几回合 一刀砍去 将耶律庆斩为两劫 马力拉虎剑大势已去 便率兵突围 刘超张盖用半马绳 半倒他的坐骑 将马力拉虎活活捉住 尸盖上来救援 也被狼千狼万杀倒 孟良一马当先 一路奋勇冲杀 直突到东门城楼下 他大声向城上喊话 杨家将前来救驾 却说真宗被酒困在同台 城中粮草几尽 尘下都载马冲击 辽兵又加紧攻击 威城迫在日西 君臣忧心冲冲 如今 威城里重兵将 见救驾兵马杀到 绝地逢生 喜出望外 王权杰 李明也开城出击 辽兵寿宋军 前后加攻 到其弃甲 大败而逃 萧天佐于土金秀 率领残兵败将 垂头丧气 连夜逃回幽州城 八王领六郎来见真宗 真宗大喜道 兴知前罪 一概赦免 救驾大功 定家重赏 六郎跪拜谢恩 次日 六郎率领十万兵马 护送真宗和文武百官 班师回朝 真宗回到汴京 重赏有功之臣 封杨六郎为三官 总管节度使 并赐他空白 圣旨一道 可以先斩后奏 次日 六郎击拜 别老母杨令婆 率领岳圣 孟良 交赞诸将 前往三官 重整边防 要之后事如何 请看第十四集 吕洞宾布阵 吕洞宾布阵 和乡 语 会训 吕洞宾布阵 岳